失戀十次 才懂谈恋爱的女生星座 我们来看有哪些星座 我们要心疼你一下 第五名 射手座 这不是讲志玲姐姐吗 所以你只失戀一次不行 来 射手座 慢慢修正你的大女人 变成美酒 其实我觉得射手座 与其说有一些射手是大女人 你看看刘嘉玲 气场多强 但其实大女人跟小女人 是射手座身上同时兼具的气质 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们是真的还蛮小女人的 可是你要知道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 抵御你在外面的那个气场 因为射手女 你身上自然而然会散发某一种气场 所以你在大女人跟小女人的切换之间 你如果遇到那种不够成熟的 不见得能够理解的 或者是他搞不清楚 你其实有时候很小女人需要呵护 或你有时候很大女人需要遵从 那你可能在遇不到对的人身上 你就会搞不清楚 会自我怀疑 可是人生的历练就是这样 多谈几次恋爱 你就慢慢变成一个很有智慧的美酒 好不好 纯久就需要有一点成熟的 有一点自信的男人才能够驾驭你 这就是射手座的恋情 失恋个十次就好 来看第四名 真的有我 上榜了 江美琪 我就知道 一定要多失恋个几次 不再义无反顾 爱自己多一点 有没有 有耶 我觉得我以前只要一谈恋爱 整个就昏头了 然后全部就砰就摘下去了 真的 而且摘下去以后 还爬不起来 其实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外界看你 还是一样原来的江美琪 原来的狮子座 但其实那种义无反顾 有时候会让你们 有点没尊严 或是没有自己 或没有自己 对 很容易失去自己 是真的 然后久而久之就是 我是谁 对 我值得被爱吗 哎呦 被骂成这样 好像是我的错 对 很容易怪自己 对不对 对 而且失恋那段时间 其实还蛮常去看一些 就是心理的那种书啊 然后或者是看喜座 对 没错没错没错 会人 就会找一些方法来疗愈自己的心 因为很多狮子会搞到后来就是 我会变成说 我不能失去这段感情 因为你的所有一切 已经丢进去了 放不下 对 放不下了 但其实你赶快离开才是对的 对 那个是需要花很大的勇气跟时间 所以多失恋个几次嘛 你就慢慢就知道 不要怕失恋 就是走进去走出来罢了 好不好 出来以后你又一尊好好的 其实你不会真的 损失什么或失去什么 没错 你本来以为全部都没有了 但其实你是赢回了你自己 好不好 不错 干杯 没有因为我想到徐伟宁了 没有 他比你 他现在很好 他现在很好 我知道他现在好多了 就走出来了嘛 对 好不好 水晶还在逆行 我要小心讲话 好的 第三名 水瓶座 水瓶座会 我觉得水瓶座女生都很古灵精怪 感觉对于感情是非常有想法的 来来来 逻辑与人不同 来我们看一下解释 需要靠失败来修正自己 对啊 他们是一个蛮天马行空的 或者是蛮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那有时候 比如说有的恋情 他失恋了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 对啊 可是有的恋情 他失恋了以后 又好像毁天灭地 然后天崩地裂这样子 所以他也是靠着这种摸索 然后慢慢去搞清楚 自己要的是什么 自己怎么会这样 然后别人也才慢慢看懂他 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你到底 那个反应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水瓶座是靠着 跟别人的碰撞 慢慢找到自己 所以这个失恋也是找到自己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天蝎座 老师你也上榜了 上榜了 都失恋几次就好了 别再一厢情愿自欺欺人 我去天蝎座很喜欢自我定义 比如说 没关系 他这样子 他虽然现在很烂 但是他一定会变好的 在我的爱护之下 就是你会不会有点太过自信 或者是你 会帮对方说话设想 是的 然后还会帮对方欺骗你周遭的人 他很好 你看他就是这么厉害 其实是你是天蝎座自己做的 而且我觉得天蝎座非常宠另外一半 非常 就是我认识的天蝎座都是这样 没错 就是要什么有什么 就是完全是配合的那一种 然后把对方塑造得好像很厉害 然后就告诉别人说你看我跟一个很厉害的人在一起 那你的资源都用来塑造一个250 你在干什么呢 你不如把资源用在自己身上 你会更棒更好 好不好 所以不要再一厢情愿了 这个人 别人如果觉得怪怪的 你不要替他塑造 你不要替他保装 他就是怪怪的 因为你的眼光是真的很不好 要记得 天蝎座 天蝎座真的 我觉得天蝎座喜欢救别人 你知道吗 这是天蝎的天性 那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要被救 有病的人 才会需要被拯救 对不对 那你就一天到晚跟一个有病的人在一起 干嘛呢 你要学着去找一个好好的人 只是他最近生病了 好不好 如果是这样 你救他才有价值 如果这个人就是坏掉的 不要修他 买一台新的 我今天怎么讲话这么精辟呢 对啊 快很准 我们来看第一名 还有比我们更惨的 失恋个十次 来牡羊座了 我经纪人上榜了 我天哪 怎么样 同意吗 同意吗 牡羊座 是不是要失恋十次 来来来 我们都是那种奋不顾身的 为爱奋不顾身 没错 而且我觉得牡羊座还更奋不顾身 真的假的 是的 狮子座还会叮一下 那牡羊座就是冲动幼稚 冲动幼稚 冲动幼稚 孩子气嘛 要讲三次 对啊 真的 太自以为是了 就是义无反顾地冲进一段感情里面 而且得不到的还硬要去得到 因为难得一见钟情了 难得非常有feu 要不然其实牡羊座还蛮高冷的 一副拽屁样子 那是第一眼给人家感觉 相处过后应该会不会好一点 如果他没有感觉的人 他就是很拽 牡羊座就是很拽 但是呢 有感觉了以后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开始变得 有点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 那当然这种冲动幼稚 这种眼光的鉴定 有时候慢慢要从那种 乱有feu一把 然后慢慢变成是一种实际的 务实的判断 然后也学会去感受一下 对方是不是跟自己能够互动啊 然后懂不懂自己啊 这是需要历练的 所以你越晚谈恋爱 可能会越谈到一个对的对象 订阅我们的频道 随时收看新影片 点击优房影片栏 还可以观看更多哦